第四个盘点 摆到正手短 凡人龙正 最后这球有一点擦网 回摆 凡人龙上手出界 马龙再次拿到盘点 11比10 马龙发球 中路短球 凡人龙率先上手 马龙加力 凡人龙 又是兄变直线 有些擦网 凡人龙反手率先发力 能够怎么去发挥 接发球凡人龙 引到马龙的正手大角度 这样三比二 凡人龙逆转了第四盘比赛 那么广东队从而也是三比一 战胜了北京队获得了本届全运会 男子金牌 男子团体的金牌 凡人龙真正是值得今天晚上全场的掌声啊 一个人独砍两分 而且是在决胜局6比10落后的情况下 连追四分追到十比10 挽救了五个盘点 请大家记住 这是难道的一碗 也是值得建议 凡人龙周日也是实现了自己全运会 男团冠军的梦想了 再一次的祝贺广东队